那各位記得柯文哲上次被搜索那一天 只有一點時間 我們以前說USB你怎麼不要等掉 但是現在後來被證實 他有在刪那個手機的對話 對 女生人刪手機內容 裡面走幾個事情而已 第一 裡面有雙皮走下去大 要刪除嘛 第二 就是那個刪刪的對話要刪除 可是一般來說你要用收回你怎麼刪除 白科應該不會 沒有 收回因為只有一天 一天的有效期限 你自己收回你很爽 但對方還留在那邊 對 這樣子 對 現在你沒有經驗嘛 而且24小時內才可以 收回的話對方看不到 但是刪除的話對方看得到 是這樣啦 剛才王瑞德揭開了 王毅穿上一支怎麼死的支援 不過我的理解 照顧人會刪大概就這些東西 那一個小時 各位記得他上次不是在美國 掉了一支手機嗎 對 我今天在想說 他美國手機到底有沒有掉 搞不好他是一個很小情的人 或者邏輯上來說 如果這種不可以讓老婆 女朋友知道的東西 應該傳完就要趕快刪除 怎麼還一直念念不忘 把他留著 這不符合一般正常男人的邏輯 應該有愛到還是怎樣才會一直留著 這個我們不知道 不過鍾小平 這個講的東西他自己負責 他用的那些文字 因為我們也都沒有去 去講說那個內容怎麼樣 但是如果沒看到我們不知道 對 但是各位要記得他 柯文哲曾經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後來 後來他被羈押裡頭也有一個 他被申請羈押裡頭有一個原因 是他在刪手機的內容 這是他當時被羈押的其中的一個理由 今天的花絮要好好講喔 不要插出去喔 不要講太多 因為呢 鍾小平爆的料 後來我們看到鍾小平他講的這個內容 他今天好像稍微比較保守一點 那我們看 他是在上別的節目的時候他講 他說呢 阿伯的手機被破解了 然後說你為什麼不把它砸掉 之前川哥一直講說丟到海裡面嘛 也撈不回來嘛 而且都壞掉了 他說怎麼不砸掉 然後說這個 LINE裡面有些通訊軟體說 他的字眼叫做追女生 或者是心三色的事情 如果是這種 真的有的話 他說那個叫做人格毀滅 他聽到風聲 這樣風聲掃過來 他聽到是這樣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會出大事了 那這個林嚴峰議員呢 就說他也有聽到風聲 說媒體傳出來就是有這麼一些消息 那可能跟一些女生的對話有關 然後好像有一點點曖昧的這一種氣氛 可是阿伯進去關 然後之前佩琪不是還發文 然後講說他們其實都要牽手才能睡得著嘛 然後說非常想念阿伯嘛對不對 那現在傳出這種東西 所以你看為什麼黃國昌這麼生氣 你們都不實指控 現在講話都不用負責任的嗎 柯文哲的案子你就是查不到金流 所以現在是不是要開始進行人格的毀滅了 那你會怎麼樣看這個相關的訊息 好好講好好表達 黃國昌還是留在查不到金流 所以黃國昌一定有經營什麼檢調線嘛 阿伯哪知道查不到金流 他說我很負責任的講 你想我們都不知道有沒有查到金流 對 這只有黃國昌知道 所以黃國昌也有他的消息導演 不過他為了保護他的消息導演 他絕對不會講 那各位記得柯文哲上次被搜索那一天 只有一點鐘的時間 我們以前說USB你如果不要等掉 但是現在後來被證實 他有在刪那個手機的對話 對 照報人刪手機內容裡面幾個事情而已 第一 裡面有雙皮叫露雅大 要刪除嘛 第二 就是那個拍照的對話要刪除 可是一般來說你要用收回 你不要刪除 要用收回 不要刪除 阿伯可能會不會 沒有 收回因為只有一天 一天的有效期限 對 你自己收回你很爽 但對方還留在那邊 對 這樣子 對 而且你沒有經驗嘛 而且24小時內才可以 不是不是 收回的話對方看不到 但是刪除的話對方看得到 是這樣啦 剛才王瑞德揭開了王毅川 上一次怎麼死的資料 不過我的理解 照報人會刪大概就這些東西啦 那一個小時啦 各位記得 他上次不是在美國掉了一支手機嗎 對 我今天在想說 他美國手機到底有沒有掉 搞不好他是一個一個很小情的人 或者邏輯上來說 如果這種不可以讓老婆 女朋友知道的東西 應該傳完就要趕快刪除 怎麼還一直練練不忘 把他留著 這不符合一般正常男人的邏輯 應該有愛到還是怎樣才會一直留著 這個我們不知道 不過鍾小平 這個講的東西 他自己負責 他用的那些文字 因為我們也都沒有去 去講說那個內容怎麼樣 但是 如果沒看到我們不知道 對 但是各位要記得 他柯文哲曾經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後來 後來他被羈押裡頭也有一個 他被申請羈押裡頭有一個原因是 他在刪手機的內容 這是他當時被羈押的其中的一個理由 那至於他在刪什麼 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刪的這些東西 可是邏輯上他也可以把那隻手機給砸掉 而且這事情已經這麼久了 他已經被叫去過一次了 怎麼他回來之後 還沒有處理手機呢 這我覺得很奇怪 照道理他被抓去的 他不是第一次去 然後後來被放出來嗎 所以放出來之後 手機就會還你嗎 沒有啦 沒有啦 那個扣了沒有發還 他沒有辦法 那時候再回出來再處理 因為手機已經在別人手上了 所以他第一次在第一次被被抓的時候的那一隻手機 我覺得可是他之前都已經有許許多多的風聲 因為有一堆人被約談 什麼李文中什麼都 而且再經過那個生日 有科粉送壽桃的時候 他早就嚇到了嘛 所以他應該要有一些提前的因應 檢察官在查扣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查扣單 如果通訊器材手機iPad 列為查扣項目的話 當場扣住就帶走了 你就算交保什麼 那個是列為證物 他不會讓你 你各位記得 他當時後來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他說 第一次的時候 他說檢察官會拿著他的USB做文章 對 他沒有講說會拿他的手機做文章 到底來說他應該是那隻手機 所以那隻手機裡面的這個秘密 現在看起來 到底重不重要 這可能要科幻小說的這個作者 才有辦法去解密 不過這個都不影響案情 我覺得都不影響案情 反正現在就是土力跟貪污 一線資格查到金流 就會走到貪污的那條路上去 這條路歪去都是中小平害的 那他作為我們政策會執行長 你一定要加上警語 是 這一個 這一段新三社的部分 不影響案情 一切都是中小平說的 請中小平自行查核事實 自己面對 對 他自己面對 對對對 瑞德哥講到那個風花雪月的部分 那因為其實 像你這種資深的 為什麼就會想起我 不是啊 你老婆老公 所以你也是聽到很多風聲 對不對 那風聲飄來流煙 傳來傳去 你到底有聽到什麼嗎 告訴各位 身為一個男性 跑了37年的社會新聞啊 所以呢 有兩件事情 我是不會 除了我之外其他的男人背書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錢 如果像我這麼忠厚老實的男人 都會偷藏周轉金 對不對 俗稱私房錢 所以其他的男人在錢的部分 我完全不讓他們背書 第二個 第二件事情呢 我不能背書的叫做色 各位就在今天有一個新聞 什麼新聞 在今天在美國有一個知名的女作家 叫Jessica 她跟她的老公 那麼在一起啊 結婚17年 兩個人非常的恩愛 然後她的老公是完美無缺 百分之百的好老公 她在去休斯頓出差的時候 因為有其他的因素 所以猝死啊 她非常的傷心 所以怎麼辦 是不是要把老公的遺物 全部都做一個整理嘛 她花了好長一段時間 才終於走出她的陰霾 去整理老公的東西 沒整理沒事情 整理一段時間 再見 iPad iPad 沒有錢 那個密碼 連老婆都永遠拆不透 你知道嗎 iPad一整理下去 嚇 她百分之百的老公 完美形象 竟然一天到晚 在外面召集就算了 她休斯頓 還有其他的地方 竟然還租了房子 金屋長郊 去包養小山 給我知道 你知道他們這個母 起到什麼聽到嗎 我說挫股洋灰 十二人不能得嘴 挫股洋灰 把她老公弄出來以後 燒成灰了以後 跟她養了狗 狗的狗屎弄一弄 爬到那裡 好花語給大家 各位 那現在知道了吧 這不是我聽過最彌補的 我有一次跟一位 嫁到台灣來的波蘭籍的一個女士 她也講過她的故事 說她的一個長輩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等於說好好先生 好好老公 結果每個禮拜六禮拜天 都要去出差 都要出差 為了公司 回來還有真的給錢 給她太太錢 結果有一天不知道為什麼 也是死在出差的地方 就是海邊的一個小木屋 結果本來太太非常傷心 後來去了以後 意外發現一件事 結果這段期間以來 幾個年以來 她禮拜六禮拜天 都去那個海邊的小木屋 不是出差 是陪小三 後來這位太太 去跟走去 她老公的墳頭上面 在她的那個墓碑上面尿尿 奉勸天下的男人 這件事你要做對不對 這就是你的下定 好不好 所以第一 第一錢我不背書 第二 色 我絕對不背書 那麼另外就 剛好今天我也有帶 我這六列比較少 32G 32G 可以放不少東西 可以放不少東西 他不知道 王定宇的 我不知道 王定宇的發表的文章 你想躺到哪裡去了 你知道嗎 那問題就要來了 這個裡面可以解開很多事情 各位我想起了 想起了柯文哲第一次 台北地方法院朱法官 裁定當五保請回的時候 他不是在台北地監署的門口 跟這些所謂的支持者這些 包括淫保台來 包括這些 這個鋼鐵小草 幫他說 那天他說 我到今年三四月才知道 金華成容機率是百分之八百四 他那天講的 對 他不是只有那天講這些話而已 他還講了一段話 這個我想 對我來講 那麼檢察官現在應該在 研讀電腦裡面的資料 想要找出什麼東西 但是對我來講坦坦蕩蕩 依照他在北前兩天的時間 要從資料拼湊編造故事 太容易了 整個中華民國的司法機關 現在已經跟名嘴一樣 每天穿著互惠 不要說是抹黑 是在編故事 他為什麼這樣講 說 連政策去印度市場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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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一小時 整整一個小時 後來因為沒有人開門 後來也算盆禮遇了 要不然的話 以前的話破門了 你知道嗎 結果呢 結果呢 無貴幾小時的嘛 結果應該有聯絡姻母嘛 陳佩奇說什麼 怕記者騷擾他 所以他去住旅館嘛 回來以後從後門 對不對 我也很奇怪 你記連從後門進來的時候 記者都不知道 那你住你家 從後門走不就好了嗎 然後進去以後發現 那個小時他老公 並不是故意不開門 是在上大號洗澡間睡覺 不是這樣嗎 對 各位 人家去你們家門外去電燈 噴噴噴噴噴噴噴 一小時 你跟我說 上大號 我抱歉我沒聽到 我在上大號洗澡間睡覺 那不可能 那個一個小時裡面 做了什麼事 各位 手機裡面的Nine 如果你把訊息刪掉 USB裡面的東西 如果你把東西刪掉 一樣可以救回來 包括你的iPad 你的筆電 你的桌上型電腦 殺掉 全部都可以救回來 那至於救回什麼東西 讓我們拭目以待 有沒有什麼冷錢包 有沒有什麼風花雪藝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這個等於說黃國昌 黃國昌都知道說 案情是焦灼四空轉 我們不知道 你知道嗎 那就要看看繼續辦下去怎麼樣 不過從一件事情 我個人是蠻難過的 為什麼呢 希望這個影像是錯的 希望這家人的影像是錯的 為什麼 如果是真的的話 有網友不是貼上的 有關於民眾黨很喜歡 這個等於夫妻兩個人 發訊息講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說我們不是啦 我們到這個餐廳便當是9.6萬 他們說不是啦 是960塊 那一對夫妻 到底是不是 為什麼你們在那麼重要的時候 你們到了 坐高鐵到了南部高雄左營去 如果真的是的話 不好意思 這邊有他的那個 對 很清楚的就是許甫 如果真的是的話 請問為什麼 為什麼 我跟你說不是不能去 而是現在阿伯的水生火熱之間 你不要跟他說這個外公 不是民眾黨辦的 所以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去 或是從館長陳志堂說 他沒有人給我搖請 好嗎 我跟你說 連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們都知道 都知道有這個活動 颱風前我們就知道了 不是嗎 就在說我們要從捷運 阪南縣的海山站 一路到台北看守所 又去聲援阿伯 警方為了這個還設那個封路 對不對 我還很難過 為什麼 170個人 像化碼鐵 那個鐵鋼鐵小草 還有你們民眾黨 這些人在幹嘛 我最沒辦法接受的是 包括黃國昌 黃珊珊 陳志涵 胡怡軒 你們到現在阿伯已經滿月了 到現在 你們連去那邊靜坐 屁股坐下來靜坐 絕食個一天 你都辦不到 連這樣的聲援 你們都辦不到 再講一遍 希望你們出來澄清一下 你們沒有坐高鐵 這不是那天坐高鐵去高雄的 不管你的理由是探親 還是旅遊 不管 希望你們出來澄清一下 為什麼你們那天 每次聲援阿伯 為什麼 你們在吃飯的時候 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你想到北索阿伯在吃勞飯 你們這個飯 你們還吃得下去嗎 沒想到 沒想到 你就開始過了